Hello 大家好 又來到我NATCHEN談賽馬的時間 上次禮拜日賽事提供的心水 都在上一段影片已經回顧了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近幾次的高出賽馬 剛剛上次差點,但近幾次都不錯 今次高出賽馬都有四隻 分別是第一場、第二場和第七場 如果大家看這個螢光幕 看不清楚馬名 我去上一段高出賽馬的影片 看一看,我都有讀過馬名 NATCHEN談賽馬是一個免費的賽馬頻道 每次賽事會提供高出賽馬 以及兩隻NATCHEN談談 給大家參考一下 如果大家想繼續支持 免費頻道繼續營運 可以經過Facebook Post 來到Blogspot 用Blogspot到處都有些熱面廣告 如果覺得廣告有興趣 可以按進去看看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同樣,YouTube影片播放之前 也有時有些廣告 不用右下角按Skip Back 可以看久一點 左下角有時有些連結 或者中間有些熱面廣告 按進去看看 支持我的廣告客戶 支持我NATCHEN談賽馬的免費頻道 繼續營運 明天第二場次 將會示威笑 第八場 第八場 大家都知道 我會選哪隻 就是獨贏的位置投注對象 以及連贏的位置挑戰 就是選擇2號的夢幻人心 這隻馬 今季真的跑得很好 這隻馬很穩定 因為市場幅很夾當 跟這樣大上場 贏不了 這次 故意換了周俊諾 上去 減10磅 遇息重褲 這隻馬的狀態繼續保持 那麗地千亦沒有問題 正常、失馬、失馬 都是跑得好 十一檔也不太擔心 因為外檔 多些時間給你買來 出閘不快 都有時間給你修正 比牌裏面被人一蓋死 就沒有了 所以 這麼穩定 失馬和正常、失馬 都跑得好 裏面是有多塊馬 但我相信 他負責了十磅 肯搶錢 貼不了難 都跑得二碟 二碟我都不太擔心 這隻馬 應該都跑得回來 就算是二碟 所以我選擇 讀贏球位置 和連贏球位置 拖三隻配腳 配腳都不容易選擇 這場 很多隻都是很邊線機會 不過我盡力選擇三隻 給大家參考一下 第一隻是 1號公正福象 這隻馬上去 水準不是特別高 但他難度甚高 這個馬 他是較慢捕捉之下 撲一段很厲害的上來 何冥麗初騎 立刻在場 其實 400米 還落後 頭馬124個馬位 最後 撲上來 贏半個馬位 一點都不簡單 因為末段是22秒59 他自己可能是做22秒頭的 看看這裏有沒有末端時間 公正副仗是做21秒95 一點都不簡單 所以既然他和何銘煉合拍 這次四檔亦都好跑 對手都是多快馬 所以他都會繼續理會後上跑 所以才選擇他做一隻配腳 第二隻配角的街尊三是泥地特階 海外初出膠沙地已經贏了7.5倍 接著沒有再拍膠沙地 但如果大家看血統 這隻馬上下線都全部是美國血統 所以馬會網上寫著場地線跑泥地 如果大家看血統上下線基本上是美國血統 純美國血統 泥地性能也不需要太擔心 你看到他試泥地的閘是特別好 過試槽閘的這隻馬 實當 都未必太難跑 如果你不是要搶錢的話 因為這場日是那一句多快馬 所以手在後面手二跌 轉彎拉空位衝 看看會不會有機會呢 第三隻配腳 將會選擇10號的聖賢 上次我都說這隻馬是我的備忘馬 早前二那次都是輕苗淡是跑回來 這場都不排罪是試馬 但這隻馬在外地的膠沙地也跑得好過 初出就是跑加西地英國 就是14倍爆爛 再跑加西地 輸馬頭位5倍輸馬頭位 泥地性能應該沒問題 那這些馬 甚麼場地都去 其實是沙田1200、1400、1600 菊草千二,泥地千二,兜兜兜兜 拖牠也是保險票腳,二檔又是好跑 看這隻馬如何發揮 所以都是要買的 沒理由讓牠入圍 才追 一定要追著,不斷有走勢 所以這隻馬 很簡單,軍力勁一定要 這隻馬是斑分皆盡 潘頓、莫來拉 甚麼都不用怕,莫亞也不怕 所以這些馬 揹小飛都不會太熱 可能臨場六、七倍 揹小飛 這些馬我不要 所以這場的投注策略就是 拿二號夢幻人生做讀營的位置投注對象 和二號夢幻人生做年營的位置 拖一號公正福像 四號佳磚衫 十號盛熱 希望大家喜歡這段影片的分析 如果喜歡的話可以給個like 和分享這段影片給朋友看看 他宣傳有一個頻道 如果大家對這場賽事的分析 或者 明晚賽事 各場賽事有甚麼意見 可以留言 大家討論一下 賽事形勢 大家知道我在另一個渠道 發放一些臨場分析 每場賽事审溫 之前都會說 宣傳 宣傳 遇到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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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知 第一時間就知道了 多謝你的支持 下集再見 拜拜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